有个同学上讲的时候 感觉到是台长法身在开始 请师傅给看一下是真的吗 我给您读一下 修心重要的就是物 物其道理 改其行为 方为修心 修心就是把物道的道理 运用到生活中去 用佛法去解决人生中的问题 简单的说 就是佛法生活化 当你学了一段时间之后 还没有悟出来修心的方法和方向 那就不是真的修进去了 连基本的问题都处理不了 就是没有开悟 没有开智慧 师傅有的时候说你们是傻姑娘 其实不是真的说你们傻 其实是说你们不开悟 修心要真修 表面的学佛人做不得 没有一点好处 自己看不清自己 以为自己学得很好了 大家都很尊重我 但是现实呢 现实呢 师傅怎么看你 菩萨怎么看你 记住 捧你的人就是要毁了你的人 这是真的 虽然你们听不懂 一个人被大家捧的习惯了 就会没有菩萨 只有自己了 大家因为没有开智慧 看到别人很尊重你 都会跑来一起一起捧你 把你捧的呼呼悠悠的 然后完了 后悔的日子在后面了 师傅不是给你们讲过 一个企业的高管 从来没有人说他 永远都是他说啥是啥 突然有一天 他的决策导致了计划彻底的失败 结果见到师傅跟师傅说 如果我的身边 像师傅一样的人说说我 跟我不一个意见 我也不会到今天 所以可见一个人的追捧 可以害死一个人 不要骄傲啊 都是来学菩萨的 都是来修心的 要目标看着师傅 看着观世音菩萨 看师傅什么时候 骄傲自满 记住 一个杯子 水已经满了 就会网出意啊 这样不行啊 多少优秀的 功修主弟子 最后 皆是因为大家的追捧 错失了会命 你们回不去了 不可以啊 师傅开示 你们要如履薄冰 修行真的不可以马虎 开智慧是重中之重 不开智慧是重 不开智慧 度人也会伤了 人家的慧命的 比如你根本就不懂 任何道理 你以为你是学佛人 你热心肠 帮助他 度化他 结果讲错了 人家看你们学佛人 怎么这样啊 以后有修为的人 再度都度不了了 所以必须要开智慧啊 白化佛法 是基础佛法 是融会了菩萨的 慈悲和愿力 虽然表面上 是我在讲 但是实际上 是观世音菩萨在讲 有的地方 你们看不懂 就多看几遍 千万不能互弄 修心是给自己修的 不是给旁人修的 别人称赞你再好 但是你修不出去 也是白白来了人间仪式 这一个仪式 你们要是出不去 就是真的可惜了 过多的话 我在这里不想多讲 师父是希望看到 真修实修的好孩子 不希望看到大家骗我 我很慈悲 不愿意揭穿你们的小心机 但是记住 你欺骗的永远是 你自己的慧命 佛菩萨的神童 都是用来救人的 所以今天你们这些孩子 记好了 从今天开始 你们重新审视一下 自己的内心 看看到底是不是真修 如果自己觉得 你每一天的作为 跟观世音菩萨的 西方极乐世界匹配 那我恭喜你 是我的好孩子 好弟子 如果谁还在做表面上的工作 天天被追捧而开心 那么下一个离开的 可能就是你自己的慧命 好了 祝愿大家学佛精进 新的一年重新好好修 修好自己的慧命 误出佛法的道理 让我们一起精进的 登上观世音菩萨的大法船 我带着你们 扬帆出海向西行 法船开到极乐上 哈哈哈哈 最后做首诗 法喜充满观世音 慈悲普度 有缘人 人间多少烦恼事 心灵法门传佛音 哈哈哈哈 六个哈哈 师父 这个人是谁啊 这个人能够 能够知道师父法生的是谁啊 这小鸭是谁啊 这小鸭都厉害啊 这个百分之两百 是师父讲的话 你赶快把它写出来 师父这是我接受 我那师父 哦你接到了 那你很厉害了 那你已经能够接到师父法生的讲话了 这个话嘛 里边哪一句不是师父讲 而且很多事情 我都是内部讲的 那个 有些坏讲 而且这两天 你就知道 我们东方电台那些小孩子 是有一些麻烦 所以我就讲他们这些话 你看全被你接去了 你现在知道 人的气场能量 都可以转接的 知道了吗 你说说看 这些话你写得出来的 你说说看 你这些话讲得出来不了 讲得出来不了 我讲不出来 师父那我提几个问题好吗 讲吧 修行最重要的就是物 物其道理改其行为方为修行 那请问师父怎么更好地做到物和改呢 开物了吗才能改啊 不开物怎么改啊 你从你从意识当中 意识当中都不开物 你怎么会在行为上改变你的自己的行为呢 这还不懂啊 你嘴巴里修得 长得修得再好 你心里不改 你没有悟性 那你说你行为上 会有开物的行为 你今天嘴巴里说要做好事 你心里没有人知道做好事的意义 你说你的行为上会做好事吧 不会必须得表里如意 师父我明白了 再问一个问题 当你学了一段时间之后 还没有悟出来修行的方法和方向 那就不是真修 那请问师父这里说的一段时间 是否有一个就是时间段 一年或者半年呢 还是需要我们经过一段的具体时间 看看自己修行是否有进步 来调整自己的修行方向呢 这是根基 根基不好的 一辈子都开悟不了 根基好的人 一个月一星期一天都能开悟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懂了 师父下一个问题 记住捧你的人就是要毁了你的人 请问师父 别人捧我们时 我们应该如何调整心态 去除功高我慢呢 人家捧你的时候你是没感觉的 因为你喜欢 所以你就不会有这种方法的心 人家说你好 你说谁会防范呢 人家说你不好你就防范了 这是一般的凡人所作为 凡夫属子 如果真的有智慧的人 只要人家在捧你 你就要当心 对不对啊 人家说你不好的话 你就要开心 对 对 你不叫开悟啊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能接到师父这么多气场 还能接到这么多话 你就是把昨天这两天师父想说的话 全被你拿去了 吸收进去了 好了 师父是我在看那个台党的白话佛法 台党的白话佛法看完之后 然后我就突然之间我就写一个那个自我的分享 然后结果我这一写 我就是感觉是师父在开始 因为我看这个这些话都不是我写的吗 然后最后我做事 还有那几个哈哈笑的时候 往我就是一年当中 我就看到台党的法声跟观世音谱了 然后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之就好好寻 师父 我再问这份问题 当我们从表面上看到一些师兄修得很不错的时候 那我们在赞叹的那时候 怎么把握这个度啊 人家说你好 你不能阻止人家 人家说不就说了 不要听进去就好了 人家骂你 你也没办法阻止人家 哦 明白了 你不要往里面听进去就好了吗 很多人怎么会的 不要捧啊捧啊 捧到来自己不是天高地厚了 以为自己在人间就是菩萨 因为自己就是佛了 很多高生大德被人家捧啊捧啊 捧到最后不知天高地厚嘛 结果我们就 偏了呀 修偏了 听不懂啊 依法不依人啊 你比方说你今天讲师父这么多的话 哪怕你今天刚刚传达出来的是不努力不努法的 那也不是师父讲的 也不是师父 听得懂啊 不要任他做老师 如果这个 不话讲出来 不管是谁讲的 只要刚刚讲出来那废话 这个人就是如理如法的 你就可以跟他学 听不懂啊 听不懂师父 下一个问题 师父我想问一下 怎么样才能跟观世间菩萨的西方极乐世界匹配呢 如何才能不断进步 达到这样的作为呢 你匹配不了 师父 你说你哪年哪月会匹配啊 你心要像佛 像菩萨 你做到什么像菩萨了 做到什么心像佛了 你哪辈子来能匹配啊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就不断地修 明白了 话都讲不清楚 你怎么读个师父像你一样 你告诉我怎么读人啊 我跟你一样话都讲不清楚 你好好动脑筋啊 师父 要多学多看多练 讲话没有多练 脑子没有多动 嘴巴也要多练 心态要多学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明白